在血症候群是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 包括腹部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异常等 腰围过大的腹部肥胖代表内脏脂肪堆积过多 研究指出内脏脂肪较皮下脂肪活跃 同时比皮下脂肪在心血管疾病的影响更有关系 内脏脂肪的活性大会释放出油黎脂肪酸 产生胰岛素阻抗作用 引起代谢异常 进而造成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危险因子聚集 糖尿病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很严重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台湾以往的三高的研究显示 60岁以上的人口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两个是糖尿病 所以是相当的多 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多 那因为糖尿病的话是渐渐发生的 那目前知道的话 糖尿病的话跟代血症候群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谓代血症候群就是说 我们的腹围比较粗的 或是我们的血压比较高的 或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好的胆固醇比较低的 或是我们的三酸甘油比较高的 或是我们的血压偏高的 这些都是称为代血症候群的一些危险因子 如果五项里面有三项就叫代血症候群 那目前知道代血症候群的人 比较会引起糖尿病 那因此的话 有这些的时候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可能不知不觉糖尿病就上升了 那但是因为糖尿病的话 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医院 空腹测个血糖 一般认为说如果空腹血糖超过126 或是不管空不空腹 血糖超过200 那甚至说我们的糖化血色素超过6.5 那就是糖尿病了 那可能就是要需要积极注意自己的健康 当细胞或组织对胰岛素产生对抗 使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胰岛素在周边组织或细胞无法发挥作用 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进入细胞 这时胰岛会代偿性的产生更多胰岛素 来帮助血糖降低 进而发生第二型糖尿病 法界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